我今年32歲 我之前做過廚師 然後做化妝師 然後到現在一個工程妹 第一次拿著一支炮 我是手震的 做工程是開心的 有挑戰性的 自己是會有種喜悅感 七百萬種生活 我的生活就是 原本博不通的地方都會博通 這個名字其實我是以前小時候 我不喜歡叫什麼Cherry Apple那些真的太 common 我以前是一個MK妹來的 我有順環 有鼻環 有利環 我家人是很反對我做這些 他們以前很討厭紋身 覺得紋身一定不乖 我就喜歡先斬後袖 我就先做了 你說我吹我醬 那些 去working holiday 我都是先斬後袖 他完全不知道我去澳洲 當我決定做水電的時候 爸爸都反對我做電 尤其是電 因為他都說 毛色毛眉 好像電死人 從小時候開始 Nichels做了很多 爸爸叫他不要做的事 但要說到最反對的事 就是他轉行做水電 一家五口 有三個都做水電 爸爸和哥哥 還是做了很多年的大師傅 所以他們很清楚做水電的危險 第一間公司是上Facebook找東西 首先要入裝修群組 然後自己再開帖 說想找工作 我有跟爸爸說 我去做水電學徒 其實他說 你去早 你為何不跟我 他有這樣說過 但我說 我為何要跟你 你都不聘請我 我知道如果我和他一起做事 就一定會火星葬地球 早晨 二十膠後 一宅 二十五膠後 一宅 膠煲一餅 就這樣 好 知道 執貨 買開買掃 我吃了很多年 很特別 通常是男生做的 剛才買完東西 現在就去地盤 這個地盤是一個住家 通常一天就留在一個地盤 我身形是嬌滴滴的 因為身形經常被人看少 我現在的收入 現在一個月 大概有二萬頭至二萬五左右的收入 剛剛入行的時候 我們俗稱八字 甚麼都不懂 一開始師傅做的事 你看到他做 需要甚麼工具 就記一記 知道他要甚麼工具 就要聰明 我就開始自己去問他們 怎樣屈 可不可以教我 可不可以讓我試一下 其實有很多人都保持 寧願做年輕 我找這一塊錢 我夠我生活就夠了 我不需要學更多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就不甘心 一輩子做年輕 被人指點 年輕跟中工的分別就是 一定要懂得獨立工作 才為之一個中工 而且一定要懂得體圖 而且要考慮線路 怎樣走 你看到一個插數好像很簡單 要懂得體圖 懂得怎樣分線路 我有時都跟阿哥一起做 我剛才一上來 就見到你 就一來做那個屎渠 才是阿哥屎渠給你阿貝做 這樣都被你發現到屎渠 因為我剛才是很急了 大家都要用的 見到有時間先做 我會碰一些髒水 還有一些乾了的 正東西 我是避免 河面、側面 通常都是逃避 不想碰到那裡 大家這樣說 大家這樣說 沒錯 就是給阿哥做 或者給其他師傅做 他們通常都是不戴手套 Nitros現在自己開了一間公司 有時會找爸爸和哥哥 一起做一下freeline 水電可以說是裝修的先鋒隊 例如一個家居裝修 就要經過這七種技工上場 Nitros 這一類水電工 就是在拆牆之後 最先上場的技工 負責鋪水喉 電喉 煤氣喉等等 好像如果不是剛才阿哥 駁好屎渠 其他人就連廁所都沒得去 你不是彈麥嗎 難怪我 你的腳架在我家很久了 是嗎 對 不如你留給我 你先站過去 我現在地上去到一米 是這個位 但是鋪了磚之後 地上就會厚了 到時就會升高了 這一條就是基準時 這個是假設你站在磚上面的鍋裡 一撕就在了 加膠布 是啊 很穩固 你有沒有認識到電子裡 我怕死 我有試過被電碰過 由於電線上一手包得不好 就刺住了我 一觸碰到線上就被電碰過 就被電碰過 甚麼感覺 被電碰過 感覺有點爽 你叫阿Sam給別人試試 最好 沒有電碰死他 你弄了甚麼陣醬 我想問 整身都是塵 如果不是皮膚會很乾 很誇張的 你來接著要做些甚麼 我要街東西 而且會很吵 我是比較誇張 通常師傅都會這樣 為甚麼你那麼誇張 因為很吵 待會那部機 我爸爸給我用 其實他都有擔心 他看到我 我的手不頂 最初都會幫我 但看到我熟練 他都會有膽放手 讓我去做 一碰到塵 我其實有皮膚敏感 而且很容易癢 有師傅曾經問過 要不要包到這樣 我就說我不會像你這樣 你看皮膚乾到 爛了 龜裂了 他就會知道我是女生 要做保養 你會看到這些炮 是完全不給我 你弄傷了 賠不回女兒給別人 可能你隔一隔 可能已經見骨 原來平時吵著大家睡覺的聲音 就是這樣來的 這支叫什麼 這支叫炮 你剛才知道炮可以打到牆 其實是否要很大力量 是因為我用腳借力 我試過被石拆上 所以我才包到這麼陷 我第一次做是打瓦仔 即是打磚 因為磚碎了都很離 它的碎就飛到臉上 刮損了 這個洞 等一會做一個插梳位 看見你的手指都有Gel甲 你剛才說你用的工具 這麼重型 你會浸爆 那些指甲 撞崩那些都會有 不用做支甲 是為了自己開心 上班其他人看不到我的手 可能爸爸經常看死我的關係 我就不可以給他看 我一定要做到自己 為何反對 我覺得是女生 年輕的 還有一件事 不要那麼快做得那麼粗糙 那時候只想做一些文職 但大了之後 他做了這行 我看到有玩有好玩 那就差不多了 但到一起做了之後 你又是很開心的 是很開心的 是很開心的 好像玩一樣做事 去吃飯 那時候大家嘻嘻 差不多到時候有去玩 吃完飯回來 又拼過了 和你做的事情 是可能 撞一下你 那些婦女的事情 才會說 算了 幫你做多一點 都會有 不多那麼少 看到爸爸辛苦 做多一點 他做多一點 我不會做多一點 因為經驗是給他吸收的 我做完 拿了經驗 他學不到東西 他以前做化妝 你有沒有喜歡他做哪一份工作 我喜歡他做化妝多一點 因為他小時候很喜歡滑馬 很厲害 大家沒看錯 真的手飾箱都變成工具箱 Nidios曾經在24歲的時候 去澳洲Working Holiday了三年 靠特技和婚宴化妝維生 回到來就決定不拿眉筆 便拿磨機和泡 這些就是我以前做化妝 找食的工具 其實你現在拿的東西 和你現在拿的東西 份量都差很遠 我拿一支手指 是幾隻手指就行了 試過有一次朋友結婚 我要化妝先 她說我 原來是阿妹 原來你是 跟平時這麼大分別 怎麼騙到人 從化妝轉行做水電 其實都是為了移民生活出路 Nidios體驗過外國的生活之後 覺得很難回頭 很多國家都將水電工 列為人手短缺的行業 好像去年澳洲技術移民配額 最多的十大職業當中 電工就排第四 有過八千個配額 還要普遍人工都不錯 英國的電工平均年薪 就有大約三十六萬港幣 不去Working College 你又自可回到香港 那種生活是比以前 我覺得更加難受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一直以來 都覺得香港的生活 很煩促 覺得很不舒服 一種無形的壓力 可能星期六天 你叫我出去 我都覺得不要了 我不如帶一隻狗去狗公園 跟他周圍石好過 於是他就用盡方法想移民 有BNO的Nitrails 最便宜的移民方法 就是去英國 但是因為英國 不承認香港的店牌 所以去到英國 就要再讀書考牌 而在去英國之前 Nitrails的讀書之路 已經很崎嶇了 一開始畫圖 真的要記很多東西 因為每一個符號 都代表不同的東西 而且他們主要用英文為主 那我就要上網不斷搜尋名字 而且要記他們怎樣寸法 我的英文其實很差 會考是零分 這份是我會考的成績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是零分還是兩分 加上多少分呢 零分應該是 學他比較難 還是以前上學讀書比較難 讀書上學學的東西比較難 因為我讀文科 我不喜歡背 雖然學這些圖 都要記得 例如用什麼Fuse 可能10M超時 那要用1.5線 那要20M 那要用2.5線 或者4MM 都要死記了 然後做到工程的時候 是迫著要進手 但是我想讀那個high deep 就一定要有中錄畢業 那我就去了偽進 然後再報high deep 學水電 除了令Nichels 又會考得兩分 變成有移民生活的可能 還給了什麼意義Nichels呢 在家裡就私紋 有時候發脾氣 在工作的時候都沒有皮法 你們兩個朋友嗎 朋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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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像我女兒 他不像我女兒 你知道他想移民嗎 我知道 見面少了 他有自己的理想 做水電的滿足感 就是 別人覺得你不行的東西 竟然做得到 他們會讚你 都是有一種自豪感 還有因為我太小了 他們真的好看戲 我不喜 然後我都會為這個職業 應該是終身的 這個是必備技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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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